在我們的裡面運行 師父 主啊 我們將我們每一個人 主啊 拜在你面前 主啊 你對我們每一個人說話 主啊 將我們所需要知道的告訴我們 主啊 我們心中所需要的 主啊 你都知道 主啊 你已經將那美好的已經賜給我們了 主啊 但我們願意知道 主啊 怎麼樣能夠來更認識你 怎麼樣能夠來更真實來敬拜你 主 我們謝謝你 主 你一直在看顧我們 主啊 我們這時候 主啊 我們也紀念 主啊 我們在東岸那邊的災難 主啊 相信 主啊 那裡這個時候 主啊一定有許多的人 有困難 主啊 主啊 求一束紀念他們 主啊 幫助他們 主啊 在災難的時候 主啊 他們都看見 主啊 你的大能 主啊 你的拯救 你的意志 要幫助他們 要引導他們 主啊 主啊 也在這個時候 讓我們看到 主啊 我們 我們的軟弱 主啊 我們需要你 我們需要你 主啊 謝謝你 主啊 接下來我們要來敬拜你 主啊 求祝你 願望我們的敬拜 主啊 求祝你 願望我們的敬拜 主啊 求祝你 願望我們 主啊 求祝你 願望的 主啊 求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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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预备心 要来敬拜神了吗 我都没有听到声音 你们预备心 要来敬拜神了吗 Amen 好 那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一起来宣告 耶和华是我们的神 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 依靠耶和华不至缺乏 依靠耶和华必全难得胜 耶和华是我的主 必不知东阳 有耶和华的帮主 还要居谁呢 耶和华是我牧者 必不知缺乏 有耶和华做我极其 必全难得胜 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端排 是我的荣耀 有时叫我抬起头的身 衣袖虽然又哭泣 造成我们的欢呼 祢是我的牧者 祢是我的帮助 主祢是配的颂赞 是创造奇迹的神 哈利路亚 一切荣耀尊功 都归给我们的君王 耶和华是我思维的帮助 耶和华是我的主 必不知东阳 有耶和华的帮助 还要居谁呢 耶和华是我牧者 必不知缺乏 有耶和华做我精气 必全难得胜 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端排 是我的荣耀 有时叫我抬起头的身 衣袖虽然又哭泣 造成我们的欢呼 祢是我的牧者 祢是我的帮助 祢是我的帮助 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端排 祢是我的荣耀 有时叫我抬起头的身 衣袖虽然又哭泣 造成我们的欢呼 祢是我的牧者 祢是我的帮助 祢是我的帮助 我的帮助 衣袖虽然有哭泣 造成我的地环户 你是我的胎使 我的帮助 主 我相信祢是掌控我们一切的神 我们要大声宣告在一切的事上 祢都掌权 虽然道路崎岖困难陷阻 但我心中知道 祢一直都在 不能明白为何 但此重担 但我始终相信 祢只牵着我 大山为我挪开 大山为我挪开 大海游出来了 我要大声宣告 耶稣 祢一直都在 祢受伤的地盘 彰现世家的爱 我要大声宣告 耶稣 祢一直都在 祢然道路崎岖困难陷阻 但我心中知道 祢一直都在 祢一直都在 不能明白为何 祢一直都在 祢一直都在 不能明白为何 大山为我挪开 大山为我挪开 大海游出来了 我要大声宣告 我要大声宣告 耶稣 祢一直都在 祢一直都在 祢受伤的地盘 彰现世家的爱 我要大声宣告 我要大声宣告 耶稣 祢一直都在 祢一直都在 大山为我挪开 大海游出来了 大海游出来了 我要大声宣告 耶稣 祢一直都在 祢一直都在 祢受伤的地盘 彰现世家的爱 祢受伤的地盘 耶稣 祢一直都在 祢的花让我明白 祢爱我有够感慨 祢保守我的心怀 紧握你双手不放开 你的花 你的花让我明白 你爱我永不更改 你保守我的心怀 祢保守你双手不放开 大山为我挪开 大海游出来了 我要大声宣告 耶稣 祢一直都在 祢受伤的地盘 彰现世家的爱 我要大声宣告 耶稣 祢一直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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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我们这时候 祝我们单单要来到你面前 来仰望你 来赞扬你的容美 祝我们要来呈现你 要来歌颂你的名 祝我们要是向你所做奇妙的作为 是的主 祝你所做的是何等的浩大 祝我们的有限的知识 我们有限的头脑没有办法完全明白 祝你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也是奇妙 祝你也是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事情都互相效力 祝 祝你是奇妙的神 祝我们来荣耀你 来敬拜你 坐在宝座上 圣街羔羊 我们夫妇敬拜你 心在尽在意后涌在 圣街羔羔羊 唯有你是全能战胜 坐在宝座上 圣街羔羊 我们夫妇敬拜你 我们夫妇敬拜你 宋散街羔羊 坑在宝库上 求长两两三三二三ви 祝我 家俊敬 Gesellschaft 中瑜伽敬拜 Nicht 告士 美愛 联拜 联誉 尤只 敬拜归 主持主 我们高举你的生命直到永远 坐在宝座上圣洁羔羊 我们夫妇敬拜祢 喜在鸡在意后永远 唯有祢是全能真神 坐在宝座上尊贵羔羊 我们夫妇敬拜祢 坐在宝座上尊贵荣耀全是 都会给你知道永远 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唯有祢已赔得清白和尊重 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我们高举你的生命直到永远 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万王万主之主 我们高举你的生命直到永远 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万王万万主之主 我们高举你的生命直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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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高举你的生命直到永远 你民养 Cont 你帮助我们静静紧 帮助uta用 bookstore 帮助我们紧静抓住你每一个应许 给我们更多的信心来依靠你 胜过我们所处的环境 紧紧跟随你 每个脚步不偏离 紧紧抓住你 每个依序 紧紧依靠你 不再听别的声音 你总能平静我的心 因为你我不放弃 因为你给我 心心胜过欢景 因为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是我临随身的满足 因为你给我 不再听别的声音 你总能平静我的心 因为你 不再听别的声音 你总能平静我的心 因为你 不再听别的声音 因为你 因为你 不再听别的声音 因为你 因为你 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是我临随身的满足 因为你 因为你 我临随身的满足 因为我临随身的满足 临随身的满足 弟兄姊妹请坐 我们一起祷告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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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 真是那唯一的道路 真理和生命 叫一切寻求你的 他们都可以得到饱足 叫一切 难处中间的人 他们得到力量 祝福 我们感谢你 今天 耶稣基督你复活的日子 我们要纪念你 让我们一起聚集的时候 愿你的灵 愿你的生命 活泼的生命 那活水僵渴的生命 在我们中间涌流 叫我们 我们弟兄姊妹 在过去的一周里 无论我们带着 什么样的心情 今天来到 这个聚会的地方 让我们的心在你面前 得到平静 得到安稳 叫我们的重担在你面前 可以得到脱落 因为你是那 实在是 看顾我们的神 你也是那万王之主 王万如之主 因为在你里面 没有惧怕 因为在你里面 我们已经得了圣 我们感谢你 养一些颂赞荣耀 归给你 奉耶稣明祷告 Amen 那今天呢 我们也特别欢迎 我们中间来的 很多新朋友 那这是一个特别的机会 向你 我们中间 能够介绍给他们 让大家的认识 那第一个呢是 我们要不要 请都站起来好不好 请新朋友 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 都站起来 我们掌声欢迎他们 那我大概稍微介绍一下 一个是叫周海燕 请稍微挥挥手 让大家认识你 还有张文博 欢迎你 汪大卫 欢迎您 李修琦跟陈芷云 对吗 我们又读错吧 带孩子啊 欢迎您 还有陈嘉恩 欢迎您 Gloria Yin和 Lauren 欢迎 请坐 那之后呢 我们会 我们弟兄姊妹会 进一步带领你们 认识我们教会 了解我们教会 那下面呢 我想每个礼拜呢 也是我们 这个时间是 让我们一起了解 家世的时间 我们一起来看 我们的教会的 报告事项 各位兄姐平安 我是Patty 让我们一同来 关心本周重要事项 装修报告 请继续为 中会堂的 整修工程带导 也为所需要的 费用奉献 支票抬头 EFCLA MEMO 请住名 中会堂 儿童事工报告 9月15 主日下午 1点半至3点半 在儿童馆 二楼 敬拜教室举办 加州全面 性教育的认识 与应对 特别讲座 备有儿童照顾 敬请所有的家长 邀请社区父母 预留时间参加 门徒学校上 将于9月15日 至11月24日 中午11点半到12点半 在118教室进行 这门课是四门幸福 门徒装备系统的 第一门课 课程目标是 建立门徒信仰架构 内容包含认识上帝 明白救恩 归属小组 委身教会 建立信仰 及养成灵修的习惯 欢迎今年受习的弟兄姐妹 及任何对幸福门讯 有兴趣的弟兄姐妹 都来参加 以上是本周的讯息报告 更多详尽内容 请参阅周报 接下来请让我们 一同来带导 为教会祷告 为英文学生 事工传道人的聘请祷告 并求生兴起 新的英文学生团契辅导 为各幸福小组的 BEST邀请来祷告 求生感动这些BEST 都来参加传福音的幸福小组 为肢体祷告 为身体有病痛的弟兄姐妹的 医治祷告 为CMC2020祷告 为美西华人拆传大会2020祷告 请为儿童事工负责人 Brian Wang牧师祷告 他正在为儿童节目 洽谈不同的教会 希望能找到更多的 儿童节目同工 求生来为大会 兴起足够的儿童节目同工 请大家同心来带导 我们每个人在上帝面前 花一点点的时间 我们一起为这个祷告 实际上到上帝面前 天佛我们一起来到你面前 特别为我们这么多需要 待到你面前 因为我们知道 这是你的家庭 这是属你的教会 我们一定需要你都知道 我们也特别继续为英文堂 现在所面临着 这个幼寺施工的传导人 向你先生仰望 主啊 求你把那合适的人 就猜派在我们中间 亲自的牧养 这群少年人 使他们在灵命生命上 都得到宝座 主啊 我们也继续为 我们教会现在正在进行的 第二期 祈福小组仰望在你面前 主啊 求你亲自的兴起同工 使同工在你面前 有这样的负担 爱心 同样主啊 求你为我们 预备这些best 使他们能够来到我们中间 主啊 特别从下周 我们就开始正式开持 主啊 求你把那得救的人数 家庭给我们教会 让我们这个教会 能够成为在 San Gabriel Valley这个地方 能够成为一个 你荣耀的灯塔 能够成为照亮黑暗 使人得到宝座的地方 主啊 我们仰望在你面前 主啊 我们也继续为 CMC的需要祷告 主啊 愿意你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 猜传大会 主啊 使这个猜传大会中间 每一个过去参加的人 参加的教会 得到了更新和改变 主啊 我们愿意在这个时候 主啊 愿意你亲自的预备 这个大会 特别是儿童事工的需要 主啊 使这些小孩子们 从小他们就有这样的国度 这样猜传 这样宣教的意向 主啊 求你帮助 能够兴起不同的资源 能够配搭在一起来 侍奉你 由于我们中间 今天在我们中间 还是不在我们中间 身体软弱的弟兄姊妹 向一向上仰望 耶和拉法的神 愿你的医治安慰 就临到我们纵人 我们感谢你 主啊 我们不完全的地方 还有很多祷告的地方 都带到你面前 愿意按照你丰富的旨意 成就在我们中间 奉耶稣祷告 Amen 同样呢 今天我们也特别的高兴呢 邀请到我们正道福音神学院 心理协谈教授 林次敏博士来到我们中间 那林次敏博士呢 他在我们的Santa Barbara 完成他的哲学博士研究 同样呢 也在我们附近的APU大学呢 做过博士后研究 那现在呢 为正道神学院的心理协谈教授 同样呢 也是有 开了个人的私人的心理门诊 那我们中间有需要的话呢 也可以私下里面去联系 那因为呢 他有很多的这样的专场 我要需要看一下小超 那他的主要研究呢 就是忧郁症与其他心理疾病 亚裔文化认同与心理健康 单身基础的心理 那擅长的专题呢 就是情绪与精神的问题 平衡的生活 拥抱单身季节 光顾辅导 那下面我们一类热的掌声 欢迎林博士来到我们中间 弟兄姐妹平安 很高兴能够代表正道神学院 来跟大家问候 那应该是林国亮牧师 是我们的院长来这边 但是今天我就代替他 来跟大家问候 然后也邀请大家能够来参与 神学院要庆祝30周年 我知道我们台福教会 在庆祝50周年 是不是 那一转眼我们神学院 也是我们台福的一份子 也在庆祝30周年 然后我们9月28号 有一个特别的活动 就是来纪念 一起来庆贺 那地点就是在这里 所以大家就很方便 那也希望你们可以 扫那个QR Code 可以报名或上我们的网站 那外面也摆了很多 我们神学院的资讯 其实神学院不只是 培训全时间的传道人 任何人想要多了解神的话 也有不同的班 有网上的 全网上的课 也有这个非学位的 也有学位的一些的课程 所以也欢迎大家可以在门口 搜取这些资料 那通常呢 如果有外请的讲员来 都会说我很高兴 来到贵教会 是不是 那我要说我很高兴 回到洛福 那当中很多 可能有老朋友 也有新的朋友 那我是198几年的时候 在洛福受洗的 我是小留学生 那那个时候 我就加入了洛福的教会 所以我的第一本圣经 是当时的辅导 安娜跟 安娜送给我的 还有周哥 那时候我参加的是大卫团契 是不是很 我不知道当中有没有听过 当中有没有在York聚会过的 好少啊 这里都是新的朋友 比较多 所以我很高兴 神让当时 小小年纪的我就 加入了洛福的大家庭 在这里有一个 很好的属灵基础 有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 关爱我们华语部的年轻人 虽然我知道很多的弟兄姐妹 同工们里的孩子在英语堂 但是能够有华语堂 帮助了很多小留学生 那么后来 经过好多好几十年 我现在加入了正道 帮助这个心理辅导方面的课程 那么刘富林牧师 是帮我受洗的牧师 那当时我加入正道 他也是正道神学院的院长 他就说我是Made in EFC 是台服制造的 所以原来坐在最小的身上 没想到神慢慢地 也让这个最小的 能够成为正道的一份子 那所以如果当我们今天 关心了我们的神学生 为神学院来祷告奉献 我相信也是坐在那最小的身上 神也许在几年以后 也会让你看到 或许有机会看到 神让这些种子可以发芽成长 那么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 这个题目呢叫做 苦难的心意义 那么我要分享的这个经文呢 是在创世纪 我们很熟悉的故事 就是约瑟 知不记得约瑟 他是有很多很坎坷的人生历练 但是我要分享的是 约瑟他最后跟他兄弟相认的时候 这些兄弟是卖他的人 让他在埃及又高又低 但是现在他变成了埃及的宰相 这些他的兄弟们需要来拜他 他就跟他的兄弟相认以后 他就说这段话 我来读 约瑟就跟他的兄弟说 现在不要因为把我迈到这里 自忧自恨 这是神差我来你们以先来 为要保全生命 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二年了 两年了 还在五年不能耕种 不能收成 神差我载你们以先来 为要给你们存留鱼种在世上 又要大师拯救 保全你们的生命 这样看来 差我来这里的并不是你们 不是你们乃是神 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 做他全家的主 并埃及全地的宰相 那另外一段呢 也是在最后 创世纪的最后 当他父亲死了以后 他的兄弟就很害怕 约瑟是不是 对他们有报复行为 约瑟就再一次地安慰他们 约瑟对他们说 第五十章十九到二十一节 不要害怕 我岂能代替神呢 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 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 成就今日的光景 现在你们不要害怕 我必养活你们 和你们的妇人孩子 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 安慰他们 那么我们每次 在想到这个约瑟的故事 我们都想到 他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人 那这幅图画就描述 刚才我念的那段经文 就是他跟他的兄弟相认 抱在一起 有好复杂的情绪 那么如果我们用今天 要来拍一个剧 我们把约瑟当作我们的主角 我们会觉得约瑟是一个 那种英文叫做 从最低走到最高的一个 高潮迭起的人生 如果用今天的语言 我们会说他是一个受害者 是他爸爸这个favoritism 就是偏爱一个孩子的受害者 他也是sibling rivalry 手足竞争的一个受害者 他也是人口贩卖的受害者 现在很热门的 human trafficking 17岁就被卖到了埃及 那他非常的努力 在职场上发达 遇到波提法的妻子 还遇到职场性骚扰 然后被这个非法的监禁 非法的监禁很多年 然后又被遗忘 虽然他有很多的能力 他有解梦的这个恩赐 但是他却有很多不容易的人生历练 最后他从最低能够爬到宰相的位置 娶了祭司的女儿 少奋斗30年 那后来又在他的兄弟面前 能够成为解救者 是不是一个很精彩的 这个戏剧 戏剧化的人生 那么从他的这个故事里面呢 我们来学习 原来在苦难里面 我们可以有新的看见 新的意义 那因为我是学心理学的时候 有什么事情 我就会把它跟我的所学连在一起 那心理学里面有个概念 叫做重新框定 Reframing 我知道我们当中 洛福有很多做光怀辅导 恩赐的姐妹们 弟兄也有一点 我们有这个Heart Keeper 是不是 那原来在辅导里面 我们常常倾听人心里面的痛苦 但是我们也不只是倾听被动的 我们也来帮助弟兄姐妹 能够重新的诠释 他们遇到的难处 就好像这幅图画 你们看到原来外面是乌云的 但是当我们从一个新的眼光 新的框来看的时候 可以看到盼望 可以看到蓝天 那么有人定义就是说 原来重新框定这个过程 就是有一个新的frame 新的框架来看事情 如果用白话就是说 看开一点 看正面一点 那么我如果用最简单的字 来形容辅导学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就是把人的主观走到客观 主观就是我们人很多 自己的个人的诠释 个人的情绪 个人狭窄的解读 但是能不能看到事情的全貌 叫做客观 那么从约瑟的故事 我们也是不是能够有一个 重新框定 一个reframe look at suffering 来看苦难里面 有没有新的意义 那么我再解释一下这个 重新框定 reframing 在圣经里也有这样子的一些的例子 原来在我们很熟悉 有一个耶稣的比喻 就是说耶稣不是说有个主人 他recruit人去葡萄园工作 然后第一批的人一早就进去了 然后主人跟他讲定了 这一天的工价是一块钱 他们就进去工作 可是没想到黄昏的时候 主人又recruit了另外一批人 也是给他们一块钱 那第一批的人就心有不平 就说主人你很不公平 为什么这些后来的 拿的钱跟我们一样多 但是耶稣里面的这个比喻的主人 就说难道你因为我很慷慨 我很有恩典 你就心有不满吧 我们不是讲定就是讲好一块钱吗 原来他们这些第一批的工人 认为这个主人不公平 但是原来主人是很 有恩典 很慷慨 在后的还要在前 所以这个比喻就让我们 有一个新的眼光 旧眼光是说主人很不公平 新眼光是说不 主人是很慷慨 恩典 merciful 或是说如果我们 有的时候我们自己 在人生的体验里面 我们很不愉快 就会也有别人来帮助我们 不要陷入在原来的不愉快里面 你的孩子不是很难管教啦 他只是很有领导力 他不是叛逆啦 他只是非常的有主见 你们教会不是死气沉沉啦 他只是一个沉睡的巨人 Anytime就会醒过来 好像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观点 就是怎么样有个新的观点来看事情 当然如果说我们只是自我安慰的 这个新观点可能没有帮助 但是今天从约瑟的故事里面 我邀请弟兄姐妹来想 从约瑟跟他的兄弟的这个复合 有没有办法我们来重新的看到 苦难里面有新的意义呢 我们的里面有很多旧的框点 让我们想到苦难 谁喜欢苦难呢 我们不喜欢 我们很想躲避 我们喜欢一帆风顺的日子 我们都会以为 我们的旧框架里面会以为 我们的痛苦是要赶快挪走的 我们一有疼痛就要赶快吃止痛药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 止痛药是要戴在身上 才感觉有安全感的 现在有很多人是有那种鸦片药的影 就是可能他一开始只是伤到腰 就医生开了有Coding 有麻菲的药以后 他就觉得吃下来很放松 快乐似神仙 结果他就变成慢慢到处去找医生 开这样的药 就变成有一个瘾了 我们对于痛苦是很难忍受的 我们很多时候以为苦难也是处罚 像约伯的朋友 我们以为苦难不是好的见证 但是从刚才我们读的经文 创世纪五十章二十节 约瑟竟然讲出这个字 他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 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 成就今日的光景 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虽然他经过了高山低谷 约瑟竟然能够说神的意思是好的 那么好的这个字呢 在希伯来文出现在很多其他的地方 在创世纪里面 当神创造好了 神看光是好的 神看地 海 看的是好的 神看一切所造的都是好的 诗篇里面一百一十九篇六十八节 你本为善 所行的也善 这里面也是那个字 也是那个好 那个善 跟五十章二十节 神的意思是好的 好奇妙 神的意思是好的 在人看来是很倒霉 很不幸 被贩卖了 在低谷了 但神的意思是好的 是不是我们可以来思想 弟兄姐妹 也许我们很多人也在经过很多的死因幽谷 当然有的时候在其中 我们很困难 马上就有这样的一个眼光 也许叫事后我们才能够明白 圣经里面也有好多的应许 好多的话语来提醒我们 神的意思是好的 我们很熟悉的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一节 耶和华说 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 是赐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是叫你们幕后有指望 赐平安的意念是我们神给我们的 罗马书十二章 我们很熟悉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神为 何为神 善良 存全 可喜悦的旨意 神的旨意是善良 存全 可喜悦的 另外我们也常常 有的时候我都说 我们关怀人 辅导人 不要常常用这一段 摩马书八章二十八节 因为有时候我们讲得太泛滥了 好像we don't really mean it 但是当我们安静下来 是不是有可能也是看到 原来万事是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好的 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 当然很多时候是很困难的 但是如果说我们能够慢慢地 从我们自己的主观 能够走到客观 而这个客观是按神的圣经 来看我们的事件 我们也许就可以从这句话说 我好惨啊 走到说主啊 你在我的苦难中有好的旨意 就有基督徒的作家这么说 对于信徒来讲 是没有白流的眼泪 没有毫无价值的呐喊 没有徒劳承受的痛苦 上帝总在我们的痛苦中工作 always 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办法 有这样一个信心的眼光 看到神好的旨意 再用一个图来形容 就好像神的存在 神的属性 他是谁 是客观的存在者 但是我们因为我们的主观 我们的环境 我们好像看不见 没有办法用真实的眼光 来看到神 但是如果神把这些东西拿掉 把我们的主观 把我们的个人 全是环境拿掉 我们是不是可以 用信息的眼光看到 神是谁 神的应许是什么 我知道并不一定 我们都可以解释 所有的难题 好像我们有时候 会遇到一些 不必要的痛苦 遇到一些人的犯罪 我们有个词 叫做senseless crime 好像这些的犯罪 是无意义的 为什么有些孩子 快乐地去上学 会在扫射里丧失生命 为什么没有任何的理由 陷入了情绪的抑郁 一陷入就好几年 没办法工作 为什么有些人会遭受到 自己亲人的虐待 侵害 我们很多时候很难理解 我认识有一位女性 她跟她的男朋友 坐在车里要去吃饭 被一辆车 Hummer撞上来 那部车是drunk driving 把她的男朋友当场撞死了 她自己浑身都是插满了碎玻璃 还断了一条腿 我们不明白很多事情 我们亲爱的家人 我们亲爱的姐妹 为什么年纪轻轻就患了重病 被主接走了 一个爱主的姐妹 我想我们真的有的时候 很难说 圣诞你的旨意是好的 那么有这个认知 研究我们思想的学者 他们就说我们人的脑里面 就好像很多的档案 很多的folder 存在着帮助我们解释 不可解的难题 这些档案有一些的解释 也包括基督徒用信仰的来解释 说神啊苦难 为什么会发生呢 所以有个档案叫做神管教我们 这是约伯的朋友的档案 有个档案叫做 主啊我经过这个苦难 你熬练我 我的信心就如金子一样 有个档案就是说 主啊你让我经过这些 我就不把这个世界当做天堂 对不对 如果世上按着教育 按着经济 按着政治 我们人的问题可以解决 我们会误以为 我们人是可以掌控我的人生 世上的短暂的人生是天上 主啊原来你让我经过苦难 水火让我跟你更亲近 这些就是解释 在脑子里帮我们解释 能够快速地让我们 make sense of this world speed up我们的 cognitive processing 但是有的时候 我们的档案没有地方可以规划 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些例子 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 一个孩子会受虐 我们人会无辜地被受害 于是这些就就到一个档案 叫做问号的档案 确实很多时候我们很难说 神啊你的旨意是好的 于是这个问号的档案 我们可能存在心里面 神啊让我明白 在你的时间内让我明白 或许有些甚至要等到 跟神面对面的那一天 我们才能够明白 但是也许我们就能够带着信心 往前走 说神啊让我相信你 让我依靠你 让我不自动摇 很多时候我们在问题里面 确实是看不见神的心意 那么我自己信主以后 在寻求神的旨意 我在申请研究所的时候 我很想去练基督教的大学 但是因为我的父母不信主 我又是家里第一个去读PhD 所以为了honor我家里面的一个 希望我就去读了公立的 一般的这个UC的学校 但是我心里面都有个遗憾 说哎呀我很希望能够整合信仰 跟心理的部分 就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就过了很多年 我进了神学院教学 过了很多年 神学院要经过认证的过程 就是我们加入了神学院的组织 也加入了大学研究所的组织 就他们来认证我们的时候 那个访问的team就跟我说 哦我们很高兴 你不是从神学院毕业的 因为你代表了diversity 你代表了你们神学院 不是很有狭窄的眼光 因为它是一般大学的认证 他们希望看到的是 更宽广的这个背景 然后我才发现 哇原来神的旨意是好的 我一开始觉得很遗憾 我一开始觉得我 我好可惜没有去 进到神学院的心理program 但是没想到几年以后 这也是经过很多年的挣扎 才能够明白 这不是一个很大的例子 但是就是一个真实的体验 也许当时我们不能够明白 但是我们也许有一天可以说 神啊你的旨意是好的 那么我们人在受苦的时候 我们也很容易觉得 全世界的聚光灯都在我们身上 我们觉得自己好可怜 我们就很有权力地为自己发声 我们就会陷入一种自怜 或是自意里面 其实你们知道 约瑟遇到的遭遇 他的哥哥们也觉得 他们很justify 来虐待他 我们来看一下 约瑟的哥哥 其实约瑟也不是好惹的 他常常小时候是那个打小报告 对不对 然后所以他的哥哥就很讨厌他 然后他做梦又梦到说 他的兄弟啊 父母都要来拜他 他们就觉得这个孩子很怎样呢 骄傲 所以他们就觉得 他们要伤害他 是很合理的 他们同谋要害他 那么前阵子有一个 台湾很流行的剧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我看过的可不可以举个手让我知道 不多 这是优良的一个剧 叫做我们与恶的剧里 那么其中就讲到 有一个杀害人的人 他是一个精神患者 也许我们一开始会认为 这个人是坏人 对不对 他怎么可以杀害那么多无辜的人 就好像这边的很多那种 mass shooting一样 这个人是坏人 可是这个剧里面的描述 我们看到被害者 虽然是很可怜 可是他们可不会成为加害者 可以 他们来骚扰这个 有精神病患的家人 让他们活不下去 砸坏他们的店 骚扰他们 辱骂他们 原来媒体可不可以成为加害人 本来应该公平的报道 他们也可以 用自己的私人的理由 去填油加醋 原来这个剧 跟圣经的原理 有很相似的 就提醒我们 我们与恶的距离都不太远 很多时候 我们是苦难的受害人 我们会觉得 我们是有权利 要求别人更多的 同理我们 关心我们 理解我们 甚至我们因为受苦久了 我们讲话都很难听 我们态度就很恶劣 我们以为苦难是为了我 但是 约瑟其实很有权利可以报复 很有权利说难听的话 但他却说 神猜我 在你们已先来 我要给你们存留 鱼种在世上 又要大师拯救 保全你们的性命 约瑟明白 他的受苦 不是只是跟他有关 是神有他的心意 他的拯救 这个鱼种跟拯救 在其他的创世纪 其他的经文也有提到 好像挪亚方舟那里面 神保守那些动物的生命 保守挪亚一家的生命 在以色列历史里面 都有很多战争 被掳的人 这些逃出来的 这些remnant 这些剩余的 都是神的恩典 要解救的人 原来我们的苦难 不只是跟我们 自己本人有关 我们看到约瑟的受苦 是不是救了他一家人 他的一家 本来是要饿死的饥荒 现在就可以进入到埃及地 到一个丰盛之地 约瑟的受苦 是不是救了以色列的百姓 因为神 他的拣选 到了雅各他们 对不对 雅各的一家 十二个支派 不只是救了他一家 这也是神 救了整个以色列的百姓 fulfill了神的应许 就是神是雅各的神 以撒的神 亚伯拉罕的神 另外我们比较少想到的 就是约瑟的受苦 他的整个一生 也是像是一个影子 预表了耶稣基督的来临 我们好像比较少想到 但是耶稣很多的遭遇 也跟耶瑟的遭遇 有很多的parallel 我们来看一下 我知道有很细节 但是很奇妙的 这个以色列雅各 爱耶瑟 过于爱他的种子 那么耶稣也是神的favor 神的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耶稣被丢在坑里 人子也被三日三夜的 在地里 约瑟被二十个 社克勒银子卖了 耶稣被几十个银子卖了 三十个 有那个inflation 那个 神让约瑟所办的劲都顺利 那么以赛亚 关乎耶稣的预言也说 耶和华所喜悦的事 必在他手中 就是耶稣的手中 横通 当约瑟被吓在坚里面 是不是有两个人 跟他一起关着 一个 久正被救了 一个善长就被杀了 请问耶稣旁边 有几个犯人 两个 一个去乐园 一个没有 是不是很奇妙 神 神兴起了约瑟 神也兴起了 也是 这个 有他的救赎的计划 借着耶稣基督 法老对约瑟说 没有人像你这样 有聪明 有智慧 以赛亚 讲到耶稣的预言 也说 他名称为奇妙测试 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 是不是很奇妙 原来约瑟他的受苦 不是 只是关乎他个人 他救了他一家 他救了以色列 他的整个生命 也预保了耶稣基督 你说 我只是一个 小小的信徒 我不要预表谁 我没有预表 耶稣基督的 这个被拣选的可能 但是我们每一个 属神的孩子 不是都很希望 活出耶稣的生命 在我们里面吗 不是应该活出 神所计划的 那个 那个属他的生命吗 所以受苦 不只是跟我们个人有关 原来受苦 有神更大的心意 更大的计划 我知道我们当中 可能很多人 我们受了很多苦 甚至我们受苦 是为了服侍受苦 对不对 我们很努力 很用心 但是还是听到一些 负面的 那么卢云有一本书 叫做 The Wounded Healer 神使用我们身上的伤 让我们成为一个Healer 原来手受的伤 不是跟我们个人有关 而已 原来神要使用我们的伤 再去扶持别人 你可以想想看 如果你要去找一个心理医生 你要找一个 从小就是 白富美 家里家财万贯 没有经过人生风浪 的一个心理医生 还是你要找一个 他非常的有很多的苦难 有很多的伤痕 在他身上 他伤痕的累累 但他走过来了 请问你要找哪一个 原来神使用我们的伤 是不是很奇妙 神使用我们的苦难 那我刚信主的时候 今天是 有一点回到时光隧道 还是讲到过去的事情 那当 八九零年代的 刚信主的基督徒 都会看几本书 一本叫做密室 一本叫做戴德生传 一本就叫做暗室之后 你们是不是早期的基督徒 你们有没有看过这本书 每个人都有中间 这一本旧版的 是不是 我还记得这个绿绿的 这个封面 那么这个主角呢 叫做蔡苏娟 他出生1890年 是上上世纪的人 他家里非常的有钱 他爸爸是一个官 他说他们家里面 有很多的孩子 每个孩子配两三个仆人 然后家里的大厨 里面有15个助手 他们家是一个 很忧郁 很优渥的一个家庭 那他很年轻 就因为美国的宣教士 就信主了 信主以后 他就加入了 跟这个宣教士 一起去传福音 但是没想到 当他39岁的时候 他忽然得了一个怪病 这个怪病 让他眼睛很怕光 然后他几乎看不太清楚 他的耳朵也失去平衡 没办法平衡 所以他没办法走动 全身僵硬 碰 他就从39岁病到 他死掉那一年是93岁 然后他四五十岁的时候 有机会跟他这个宣教士的姐妹 移民到美国宾州 他说他离开中国的时候 那时候还是坐船 他觉得我这一生 就大概就这样了吧 我生了那么重的病 我又看不清楚 我整天要关在一个暗室里面 我大概就跟中国说拜拜 我大概就 我的这一生 大概就平平淡淡就结束了吧 没想到他人生精彩的是伙伴段 他到了宾州 因为他很 他在苦难里面 病痛里面 疼痛里面 他还是有一个很坚韧的信心 跟喜乐 所以很多人就来找他跟他谈话 很多人慕名而来 信主的不信主的 所以他的故事就写成了暗室之后 也有英文版 而且还出版了五十几个语言 他的英文版的序 还是Billy Graham帮他写的 Billy Graham的家人也有visit过他 很多人因为他在苦难里面 所展发出来那样子 美丽的信心 而受他的鼓励吸引 其实他的病痛里面 他很累很累 但他一天要接待好几十个访客 他在他的书里面提到说 病塌不是我的监狱 乃是受训的学校 圣灵是我的导师 访客是我的功课 所以他不拒绝人 当他们要来visit他的时候 没想到 神使用他的苦难 祝福了好多好多的人 原本他以为他的生命 就应该那时候就结束了吧 四五十岁大概就应该落幕了吧 但是神却使用他 让他活到九十多岁 接待他的那些宣教士的姐妹 都比他先走了 他还继续说话 他还继续地为神来发光 是不是很奇妙 原来苦难不是只是为了我们 我们来从约瑟的身上看到 苦难里面是不是有神的旨意 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原来苦难不是都是绕着我们转而已 神要大师拯救 神要借着我们的生命去大师拯救 最后一点要分享 不管我们是高或是低 高山或低谷 主都是掌权 我们看到四十五章第八节 约瑟说 这样看来 差我来的不是你们 乃是神 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 做他全家的主 并哀及全地的宰相 你知道吗 我们人很奇怪 我们很喜欢有骄傲 我们自己从最低处 爬到最高处 我们都很喜欢沾沾自喜 说是我自己 是我自己努力来的 我是白手起家的 我是从煎熬里面爬出来的 我们会以为这些起来的这个功夫 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但是约瑟却能够谦卑说 是神使我如法老的父 做他全家的主 并埃及全地的宰相 我们如果成功了 我们很喜欢自己 很骄傲 但是我们经过很多苦难 我们也很喜欢骄傲 我受的苦比你多 好像我比你厉害 有一个爸爸跟一个儿子说 你要去上学 儿子不上学 因为坐school bus要坐很久 不想上学 爸爸说 傻孩子 爸爸以前都要走路去上学 你坐school bus半小时 爸爸要走路一小时 所以我受的苦比你多 你就要听爸爸的 结果过来 阿公走过来 打他儿子的头 你还走路一小时上学 阿公我以前都没鞋子可以穿 而且我读到六年级 就要去这个夏田 夏田做 这叫什么 做农事了 种田了 你们有书读 已经很幸福了 有没有看到 我们一代都会说 我的苦比你多 所以我有更多的历练 更多的骄傲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很多人的苦 并不是挂在头上的 不是让人可以看见的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连苦都可以拿来骄傲 是不是 不管是身高或是低处 都是主在掌权 如果我们自己掌权 就很容易陷入像 以利亚 你们记得以利亚吗 当他战胜了巴黎 他被这个 也许别追杀的时候 他想要求死 他讲这段话 我都想象他讲 这段话的时候 好像带有哭音 你知道吗 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 大发热心 因为以色列 背弃了你的约 毁坏你的坛 用刀杀了你的先知 只剩我一人了 这句话应该有哭音 他们还要寻锁我的命 但是神却回答他说 我在以色列中 为自己留下七千人 是未曾向巴黎屈膝的 未曾与巴黎亲嘴的 我们很多时候 陷入这样的一种自怜 我好可怜啊 只有我一个人 我很自意啊 因为你看 只有我一个人服侍神 他们全部都没有 我们陷入了骄傲 我们以为自己很了不起 不管我们受了很多的苦 或是我们从苦里面升高 我们都以为是自己的 甚至我们有时候 会陷入一个叫做自毁 啊 我不要了 如果你知道吗 年轻人常常听 有时候年轻人 会讲这句狂妄的话 哎呀 如果我活到三四十岁 这么老了 脸上都皱纹 让我死了吧 有没有 听到年轻人会讲 十五岁的人会讲这句话 或是有些人说 啊 如果我得到了癌症 主啊 我宁愿死了吧 我们很希望自己结束 我们自己来掌权 于是前阵子就有一个 这样的一个故事 真实的 就是有一个 在欧洲有一个 十七岁的青少年 一个女孩子 据说报导 她要申请安乐死 因为她的国家是可以安乐死的 那她说她遭受了性侵害 陷入了很大的抑郁 跟创伤后症候群 她不想活了 然后后来呢 就听说报导说 她就真的死了 十七岁 我们很多时候遇到了问题 我们很想自己毁灭掉好了 我不想要面临 后来这个媒体在报导 更正说 她不是安乐死 虽然在他们的国家 十二岁就可以申请安乐死 当然十百分之的人是心理疾病 九十百分之都是身体的疾病 但是她自己是活生生 把自己饿死的 她不吃不喝 所以他们更正说 她不是有安乐死的管道 是她自己 算是自己结束的 虽然我们知道 她的痛一定是很大 我并不是来指责她 并不是来批评她 我只是说很多时候 我们好像也会陷入这样的心情 即使是属于神的百姓的我们 我们也觉得 我们自己来解决吧 我们自己来掌权吧 但是在约瑟的生命里面 我们看到 是神使我们升起 也神使我们有不同的际遇 高山低谷 主权掌权 愿意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智 就好像诗篇116篇第10节说 我因信 所以如此说话 我受了极大的困苦 英文的翻译 好像看得更清晰一点 I kept my faith even when I said I'm greatly afflicted 我们可不可以 keep our faith 即使在受苦的里面 或甚至像罗马书14章第8节 我们若活着是为主活 若死了是为主而死 所以我们或活或死 总是主的人 我们不是要自己结束 不是要自己了结 我们活着就是神的人 如果死了我们的信 还可以荣耀见证神 几个月前 有一位讲员师母 来到正道的chapel 分享信息 那她的分享 有一个例子 让我留下非常深刻的 一个印象 她说她们教会 有一个姐妹得了癌症 大家都很爱这个姐妹 很舍不得她 所以大家都为她的医治 同行祷告 用力祷告 每次去探访她 都会说 神啊我们祷告你医治 祷告你的医治 那么这个姐妹呢 在她很弱的 身体很弱的时候 她就对这些弟兄姐妹 来探访她的说 你们不要难过 因为我处在一个 win-win situation 双赢的状态 那她们就不明白 什么叫双赢呢 她说 因为你们很爱我 你们求神医治我 如果神听了你们祷告 医治我 我还有时间跟你们在一起 You win 但是如果神 没有听你们祷告 神把我接到天家去了 I win 因为我跟神在一起 win-win situation 我们若活着 是为主而活 若死了 是为主而死 所以我们或活或死 总是主的人 愿意我们也有这样的信心 来学习约瑟 那么我也很喜欢 John Piper讲的这句话 那些爱神 而且甘心 心甘情愿受苦的人 是神赐予世界的伟大礼物 因为通过那些 怀着对神 不摇动的盼望中 受苦并死去的人 世界当得到一个信息 和一幅图画 就是主自己 比生命更好 回转吧 回转相信吧 The Lord himself is better than life Turn O turn and believe 愿意我们学习约瑟 看见苦难中 神美好的旨意 苦难也不都是为了我 很多时候 神要借着我们 做他拯救的工作 而高山低谷 主都是掌权 或活或死 我们都是主的人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耶稣愿意 你赐给我们 那不动摇的信心 主知道我们当中 也许有弟兄姐妹 正在低谷里煎熬着 主愿意你兼顾我们 让我们在低处里面 我们继续的 即使只有一丝丝的信心 主让我们坚定 让我们继续相信你 继续跟随你 继续敬拜你 继续服侍你 主你的旨意是美好的 主你要大师拯救 而且你掌权 所以我们要学习 更多的信心的眼光 感谢主 你对我们说话 你安慰我们 你也扶持我们 感谢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 Amen 我们谢谢林思敏老师 神借着他 带给我们的信息 跟鼓励 我们接下来 我要邀请 我们当中 弟兄姐妹 已经受洗的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有份 在圣餐 我也邀请长老到前面来 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 来领受 主所为我们设立的圣餐 弟兄姐妹 我们所领受的圣餐 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所传给我们的 当他被卖的那一夜 他拿起饼来 祝谢拨开说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的 你们当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让我们拿到主的身体 我们安静在我们的位置 我们安静在我们的位置上面 祷告 让我们再次来试想 主他自己对我们的恩惠 主的恩典 让我们注目在主的身上 是爱我们的主 我们是他宝贵的孩子 我们是他宝贵的孩子 他就在我们的身旁 我们是他宝贵的孩子 是他宝贵的孩子 还有我们是他宝贵的孩子 我们是他宝贵的孩子 主说这是好的 因祂爱我们直到永永远远 请不吝点赞订阅 是不是在场每一位 已经授起的基督徒 都拿到主的身体 如果没有请你举手 让我们来服侍你 好 弟兄姐妹 让我们用感恩的心 一起来领受主的身体 在饭后我们的主拿起杯来这样说 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当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感恩的心 让我们拿到主的杯 我们仍然安静在主的面前祷告 因主流的宝血 我们的罪被洗尽 因主的宝血 我们得着新生命 可以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 你是否愿意顺服 因主流的宝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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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请弟兄姐妹将杯子 尽量传到中间的走道 等一下方便招待来收 让我们接着用奉献来敬拜我们的神 请招待敬前 在今天所收的奉献里面 我们收十一的奉献 我们也收感恩的奉献 爱心的奉献 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阿们的主我们在天上的父 主我们真知你是爱我们 无论在何种的境况里面 你仍然爱我们 帮助我们 用我们的生命来荣耀你 主不论是我们在顺境当中 主我们感谢 我们称谢你自己奇妙的作为 而当我们在困难当中 我们仍然要赞美你 要感谢你 要感谢你 也甚至主你自己能够用我们的生命 就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在世人的面前 无论如何 主我们都是你的人 主我们知道 主你爱我们 爱我们无比 我们更像我们自己完全仰望 交托在你的手里面 献上我们当献的十分之一 主更是我们甘心乐意的奉献 恳求主你自己悦纳 愿你的名得到所有的荣耀 听我们的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祷告 祷告 让我们继续用奉献来敬拜我们的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只有基督公益保险 只有基督公益保险 我无好处看足自夸 为全然靠救助生命 我心所望别无依靠 只有基督公益保险 只有基督公益保险 我无好处看足自夸 好不好 弟兄姐妹 让我们一起起立 用这首诗歌来回应坚固的磐石 主基督公益保险 主基督 既基督我盘石 祷 noisy 軟軟鋼鋼腔 暴風舟 踏施主 萬主自主 我們重頭再來唱一次 有時所望 別無依靠 只有基督 公益保全 我無好處 貪囑自狂 為全然靠救助生命 無依徒 我盤施 祂愛舟 軟軟鋼鋼鋼鋼 暴風舟 祂施主 萬主自主 讓我們來唱 主基督 我盤施 主基督 我盤施 祂愛舟 而若別鋼鋼鋼鋼 暴風舟 祂施主 萬主自主 多在唱一次 主基督 我盤施 主基督 我盤施 我盤施 祂愛舟 軟若別鋼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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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ất?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的主 我们在天上的父 主 我们感谢你 主 我们的生命 应该就是你自己的见证 主 帮助我们 当我们走过一帆风顺的过程当中 主 我们献上感谢赞美在你的面前 主 因为不是我们自己能够 而是主 你自己的恩手在我们的身上 主 但是当我们进入苦难的低谷当中 主 帮助我们没有自怜 自爱 自毁 更没有让我们自意 主 你在苦难中 仍然要显出你自己的恩典来 主 让我们没有放下 没有放弃 甚至你是爱我们的主 因此我们紧紧抓住你 你是我们爱我们的主 因此我们紧紧跟随你 主 无论如何 主 我就要用我的生命来见证你的荣耀 主 你说这是我活着的目的 荣耀你的名 因此当我在顺境中我赞美你 在苦难中我呼求你的名 主 但我仍然要见证你 使用我的生命 就如你自己的话 我告诉我们的 就像一个新香的祭 献上在你的面前 使用我们 就如你自己的话告诉我们 就像我们是一台西 在世人的面前 但这也是见证的西 你使用我们 谢谢你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在一个双赢的局面 你赢了 我们都赢了 因为你是爱我们的主 帮助我们 抓住你 谢谢主耶稣 赞美主耶稣 让弟兄姐妹 我们仍然站立 来领受神的祝福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充满在你的生命当中 愿天父的慈爱 浇灌你的生命 充满你的生命 使你成为一个 传扬主爱的人 愿圣灵的保守 坚固 安慰 引领 时时与你同在 直到永永远远 愿这样的福分 成就在你的生命当中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感谢主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将荣耀归给神 感谢主 我们今天早上的崇拜 到这个地方 愿神祝福大家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感谢主 我盘是太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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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若变刚强 暴风中 祂是太宠 我盘是太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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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eful 我盘是太宠 天的 寸 我盘是太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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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